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利亚德大师赛 败者组半决赛GG对战Talent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由于BP阶段 BP阶段一直是有官方的解说的声音 一直要到这游戏正式开始 这个纯净流才会取消掉这个解说台那边的声音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给大家去录BP的界面 要不然的话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有本权方面的问题 所以咱们尽量避免吧 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尽量避免 GG这样比赛非常有意思 鸡血头狠铁的选择了精灵TS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招 是在大哥位的位置上拿出来了 这个当被兽 然后三号位兽王 然后再加上一个毒狗 Talon的阵容则是继续用TB 他们一手拿拉比克 看你用精灵TS我接着用TB 然后火猫被搬掉以后 选择在中端的位置上拿出了一个帕克 看到对方的毒狗以后 选择出了一个狼人 可以说这场比赛Talon这个阵容 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的 狼人极其的克制对手的毒狗这个英雄 也挺克制小精灵的其实 那这场比赛因为有一个钢杯兽的存在 按照Talon这个队伍 Talon这个队伍的出装 哦这边要拿一鞋 那意思吗 看看这里一个手榴弹 再加一告诉诅咒 不过毒狗一个关啊 及时的关把兽王救下来 那么按照Talon这个队伍 他出装和整体的一个 这个游戏节奏啊 都是非常的合理 对吧 尤其是出装都是非常的合理 哦这个连续的两个反补 有点东西 毒狗现在已经反补了四个单位了 陈伍树是再给上一个技能 TB也跟上去给输出 毒狗一个关 然后呢 陈伍树追着再A几下 虽然两次都是成功的救下了自己队伍的兽王 但是上路的两个人的血线 已经被对方直接打没了 下路的精灵加上钢背兽 这个组合没什么太多可操心的 因为精灵加钢背的二人组 在线上战斗力 简直不要太强 简直不要太强 所以这场比赛 GZ在对线期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会比上一场比赛 至少在中路和下路里面的这个日子 过得要舒服一些 而且钢背兽加精灵 打拉比克和狼人的话 应该是个优势对线 看看TB也这边开变身 来过来杀一下这个毒狗 没有杀掉 然后A4这边利用飞斧反追 能不能追死啊 这边还再追一下 再给一发飞斧上去 第二天炫没炫回来 那么转身A两天 对方沉没术 沉没术是再给一波技能 手里边应该是都没有手榴弹了 手榴弹两边在对着消耗的过程当中 应该已经用完了 沉没术是手里边有一个三技能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给到对方身上 这里也被叠了一层毒赶上了 还是想等一个一技能的CD 如果一技能CD赚好的话 有蓝这波应该 等一技能蓝 如果有一技能蓝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的 两边又是延续着上一场比赛那种节奏 前期打得非常的凶 两边都非常的凶 不过这场比赛 在中路这个位置上 TES现在的补刀 还是战一年的小U 下路那边的狼人 现在是4-2 但是A4的兽王 也只有7-0 日子过得都非常的艰难 卡拉乔的钢杯兽和小精灵 在下路两个人日子过得风中水起 钢杯兽已经是16-7的一个正反母 有7个反母 我倒是比较好奇 这场比赛 TILENT准备怎么去针对这个钢杯兽 大引刀是肯定要做的 按照他们的出装 思路和习惯 一般这个东西是交给TB来做 就是不知道第几件做 目前是 现在钢杯兽 全场第一的一个经济发育 而上路的TB因为常年在和对手互怼 对吧 互怼 怼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去补刀了 现在这个补刀术非常的一番 德拉乔追上来 这两个人对甲脖子是有想法的 这个地方要叫杀 他要叫杀 看一下落地支援过来的这个沉默术 是奥数诅咒有没有 奥数诅咒给上去 先杀对手的小精灵 还是先杀这个钢杯兽 又是扔出了一发榴弹 再给上一个平A 德拉乔身上还有一点点的 对方剩余到处诅咒的伤害 但是扛住了 而且身上有一个治疗指环 小精灵连着给回血 小精灵这个位置要被对方的狼人卡位 吼一嗓子 卡位 然后接着给输出 再一个连线往回撤 两边这个前期打的真的 有点东西啊 小精灵这边又是空了一个的 赏金神佛 拉比克举一下 看一下钢杯兽 过来开始给输出 小精灵的选限非常低 两个狼还在追 这波不追了 因为没有卡住位 没有卡住位不追了 中单的TS目前的优势非常的大 团队经济已经拉开了1000家的一个差距 两边从前期对线开始 又是针尖对卖盲的一个对决 那么来看一下个人的经济 我对不起 官方留我 我还按这个经济的按键 这边按了也没有用 刚美兽 现在身上有魂剑了 有魂剑的话 他的实出是没有问题的了 拉比克举 扔回来 带走小精灵 带走小精灵 以后德拉销利用自己的后背 在这里再多扛两波 可以 然后再放一个捕到这个刀 那么小精灵被对手拿了一个一血 但是团队的经济 仍然保持着1000家的一个优势 可见刚才 他们的领先优势 应该是超过了1600块钱 接近2000了 应该是 现在小精灵复活以后 直接回到中国 过来帮奎音去灌件瓶子 而且奎音手里面已经有了密法鞋 这个小精灵连着的情况下去 吃一口密法 效果极其的变态 对于TS而言的话 有一个密法鞋 意味着有小精灵跟着自己 就已经可以实现一个 狂暴刷钱的节奏 不过 由于他现在还没有到6 没有到6 所以现在还需要在中路 继续再会一会儿 大哥位那边的钢杯兽 现在短时间没有 小精灵在旁边辅助的话 也问题不大 因为战线能力很强 看看这里沉默术者 给上三技能 毒狗这边还在救 关了一下对手的TP 但是TP的幻象 弹道飞过来 带走了A4的兽王 毒狗这个地方再追一下 大Q的拉比克 叠了四层毒 这块给上一个毒 没有中 应该叠不到五层了 四层毒的话 这个伤害应该是不够 应该是不够 如果是叠到五层 就肯定死了 他说萌新推荐 玩啥英雄和什么位置 萌新我个人建议 你不要把自己 局限到某一个位置 或者局限到某一个英雄 我个人建议 你先打一打人机 然后选随机 随到哪个英雄 你就用哪个英雄 然后呢 当你感受到某一个英雄 带给你的快乐 非常多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开始 去研究一下这个英雄 然后呢 但是尽量我推荐 还是多 刚一开始玩 多玩一玩随机 玩一玩随机 打一打人机 会很快乐 就是随到任何英雄 你首先你的心里边 不要给自己一种暗示 就是某一个英雄 我不会用 某一个英雄 我打不了 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 随到卡尔 用不要怕 随到米波 用不要怕 对吧 拿人机去练一练 无所谓的 真的无所谓的 相信我 我自己刚开始玩 DOTA2的时候 就是 那个年代 就是随机 随到什么用什么 随到米波就用米波 随到卡尔就用卡尔 不过呢 卡尔 卡尔是我玩了 好长时间以后才出的了 这波帕克过来 直接带走了钢铭秀 钢铭秀这波有点拖打 认为自己有先锋盾 天下无敌 但实际上 在这个阶段 对方的法系技能的伤害输出 还是足够击杀你的 而且小精灵在中路陪着TS 并没有跟着你 狮王现在是5级 对方的TB也是5级 看看狮王有没有机会 待会儿去卡一个TB到6呢 还是说TB准备一会儿钻引 现在是拿幻象 再现算去勾一勾兵 应该是打算 勾一勾兵 守一守塔 中路的TS 拆掉对方中路一塔 打完了以后 现在团队经济已经领先到2000加 8分钟的游戏时间 中单的帕克 刚才下路的第一波支援 效果还不错 这场比赛的TB 前期是彻彻底底的 被对方给 打护穷 给打成功了 并不是被对手压制了 对方并没有能够压制住他 对方只是在变着方的 玩了命的 使出吃奶的劲来 跟他去拼了一个护穷 不让他发育起来 不过23的TB 或者说23这个选手 他的补经济的能力 完全不用担心 这场比赛 刚被兽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下 这个 就是 磨抗装的 可以考虑做一下磨抗装 因为做一个笛子 这场比赛并不算过分 让兽王那边先去出一个大支配 增加一点点的打前能力和 带线推塔的一个能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 GD也有可能会想 选择提速 不等对手去出到大引刀 来尽早的去把比赛的优势 给他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就不能出笛子 这个道具 因为有点贵 要尽早的去吹一仗 看看这里 独狗 独狗 这个地方 往前走一下 狼人过来 那没有 狼人过来 那应该是没有 狼人的召唤生物流 不需要了 米科到这边 直接给了一个法球 飘过去带走 沉没术士 被TS支援过来后 拉比 这个 双倍兽拿到这个人头 拉比克是提前撤了 那么这样 TB在上路 有一小段时间 可以安心的去发育一下 打了9分多钟 GG已经是领先了 3000多的经济 我跟大家说 这样比赛 GG要是赢了的话 对于 Talent 液体 和Spirit 就是一个鬼故事了 真的就是一个鬼故事了 Talent把GG 给打醒了 我感觉你知道吗 阿弥要是把GG给打醒了的话 其他的队伍真的就 就有点憋下了 对了 对了 萌新也可以去玩加速模式 玩加速模式 因为加速模式很有钱 升级快 钱多 然后呢 你稍微就是打一打人机 知道你这个英雄该出什么装备 该怎么玩 然后就可以去玩加速模式了 有个人我看说 这个新人不要玩加速模式 回头打这个 回头打正常很难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就把 哦 这个换血 换出来了 拉比克一个绝 TS这个阶段的战斗力 还是相当强的 TVM回撤一下 看一下 帕克大招定住 Nice 狼人把自己的狼招出来 吼一嗓子 小精灵也就被带走 又是精灵TS 双双把架还 就是你玩这款游戏 你可以永远不打普通模式 你可以永远不打普通模式 你可以永远只打加速模式和RPD 这只是一款游戏 只是一款游戏 不要去把它和什么 营房子营地去 去拉 牵扯到一起 这边看看 兽王飞斧过来 然后TS 芒果根 这边还是要过来强杀 兽王一个大招 猴柱 漂亮 23的TV 这边跑不掉了 这边肯定跑不掉了 没有换血 他没说我这个位置 他想用这个召唤生物去封路 但是召唤生物狼人的这个 狼人和狼人的狼碰撞体积都太小了 挡不住这个路 让德拉乔安心地撤回来 果然是在西方顿以后 直接去做一仗 直接去做一仗 优优独播剧场 狼狈兽现在在下路这里 哦 陈墨术士给上一高速诅咒 狼人变狼开起来 这拨看一下陈墨术士给大TS 开始自己拉招再往前追 这一拨GG的追击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这拨风险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现在好在是来的 只有这三个人而已 如果他们来的人 更多一点的话 这拨反而可能会更难打 因为他们来的人更多 对方也会支援对应的人数 过来 那么你过来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会被狼人变狼以后 利用那些招案生物上去欺负 这个地方狼人 看一下拿自己的销兽 吹了一手 狼狈兽的位置 又是一个人孤军深入 TB过来给人一发倒影 拉比克再找机会 TB变身开起来 但是没有空 没有空这个时候 帕克没有在 帕克还在中路发育 帕克不在的话 那么没有空 TB的一个变身 我感觉多少 有一点点要浪费的意思 看看独狗 要不要去利用一下 对方的欢像 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做这件事情 TB这里 再丢一个欢像上来 然后召唤收入 再加上欢像 在前面开视野 给一些伤害 沉默术士 给奥术诅诅消耗 帕克还没有回来 帕克在买什么呀 帕克跑去对方家 抢了一个智慧神符 TB被对方定住了 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吗 帕克终于TB亮起来了 双的大招 哄慢了一丁点 让他换出来血了 但是这波TB 还是直接被带走 帕克来的太晚了 这也 沉默给上 大招给上 带走了对方的TS TS被击杀以后 现在帕克在正面战场 没有TS的话 钢尾兽 目前的战斗力 也是拉满的一个状态 一张TB已经回去 再加上毒狗的输出 带到了对方大Q 钢尾兽 现在不是你们的输出 能打得死的人啊 小精灵还剩一点血 能不能杀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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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狗一个关就下来了 钢尾兽 在继续努力输出 狼人等到了自己的大招CT 转好开始过来 欺负对方的毒狗 毒狗一张TB亮起来 那德拉奇奥怎么办 没有人能保护德拉奇奥了吗 小精灵 开大连线 飞走 完美 哇 GG的这波团战太完美了 哎 米高兜的帕克太贪了 他真的太贪了 他 来得太太太太晚了 实在是 这波让GG直接打穿了 这波直接就被打穿了呀 B战卡了 B战卡了 换一个清晰度啊 换一个清晰度 卡了的话 可以换一下清晰度之类的 这个 这波官方给了一个回放 官方这波给了一个回放 看一下这里边 主要是TB 换血 他换出来了 换出来了以后 但是这个时候帕克 在TB马上就要被打死的时候 他才赶到战场 独狗一个关 等他出来的时候 TB已经被送走了 然后他这边 把自己所有的伤害 打出来以后 换到了对方的一个 葵的TS 看见A死的兽王 被A死 人都说来到了4比8 现在TB领先这4个人头 但是亏着5000多的经济 这双大哥太爱肥了 真的是太爱肥了 打死的兽王 打死的兽王 感觉要打决胜局了 这场比赛确实从现在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打决胜局的概率非常的高 但是Tilent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要看一下他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去打 因为Tilent这个队伍他们不是那种 说我稍微落后一点我就不敢打的队伍 尤其是当他们在用TB的时候 主要TB倒赢给上狼人直接冲上来 瘦王被沉没再加上拿一个销售给他吹回来 吹回来以后看看TS落地 这时候TB再给声说 但是队伍没有控 这个帕克来了 帕克终于来了 帕克这里给上一个沉没 给一个法球 给视野TB的输出 完美击杀到了TS 再接着追小精灵 小精灵再找人去连线 连一下传走 那么上路的一塔被拆掉 打回来了 团队经济打回来了 一波直接打完了以后 拉近到了2000 而且利用这一波对方家里面的矿 可以把经济拉近到1000 甚至拉平 甚至拉平 现在双方人都说10比4 那么GG在看到对方家里面的矿 挖了吗 那OB并没有给镜头啊 这个位置 并没有给镜头 Talon现在人都说了领先了6个 经济刚才落后了对方五六千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被拉近到了 只有1000多 这个就是我说的 Talon这个队伍 Talon这个队伍的 这是他们的特点 这个队伍 他们在用TB的时候 就有一种 非常魔幻的一种自信 真的是魔幻级的自信 他们就觉得自己天下敌 我拿着TB 我就是谁都能打得过 我谁都不怕 钢被兽这个位置想要过来 去单杀对方的拉比克 拉比克反应还很快 看到对手的身上装备 和给到了自己鼻涕 果断的就是一张TP 这里精灵TS两个人 抓到了一个城墓术室 把城墓术直接送走 看看中路 帕克这个位置 下一个法球的CD已经赚好了 调到的CD也是好的 直接沉没 扔一个法球 走 这边没有人能截得住 直接飘走 距离太远了 跟不上了 钢被兽的A仗已经出了 下一个装备要做BKB 我估计他应该是 要利用这个BKB 出来以后的一个强势期 去直接结束比赛 而不仅仅是打出优势了 他这个是碰着 直接结束比赛去 那这边帕克大招定着 过来杀这个钢被 这个阶段的钢被 你们真的杀不死的呀 没有破被动的话 这个阶段的钢被打不死的 甚至你们有可能 要被对方这个钢被 直接把所有的人全部送走 现在团队的经济差缩缩了不少 缩缩了不少 他的10比5的一个人头数 看一下这个肉身 GG 呦 GG这一波 过来打这个肉身 打完了以后 能不能直接上高啊 这个很关键 非常非常关键 现在这个 能不能上高 非常关键 看一下小精灵 飞过来 读狗 诶 沉默是不是给了一个大 没让他飞 漂亮 没让他飞 这样的话帕克直接飘走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稍微提一句 这个关于精灵的大招和沉默之间的关系 精灵的大招是在传送的时候 如果他被沉默了 在自己传送这个生效的时候 如果他仍然是被沉默的状态的话 那么他的传送将不会进行 如果他在放了大招开始毒条以后被沉默 但是在毒条生效前 他把这个沉默驱散掉了的话 他仍然会传送过去 所以小精灵在面对对方有沉默术 是来针对自己的时候 可以选择出莲花或者是威士性甲 在中了沉默大的一瞬间 直接驱散掉这个东西 只要时间还来得及 让他的这个大招毒条毒完 那么他就可以传送过去了 有人在做大引刀吗 我看不见 现在我没法给大家去切 因为用的是猪股台的画面 这把狼人A杖咬二手机帕克给你暴走 狼人咬二手机A杖帕克 也不是不行吧 也不是不行 这边直接上高了 果然是依靠这个 刚威兽的强势切 加上带盾TS 加小精灵直接上高 但是说实话 你这个上高方式 对于Talent来说 Talent 他不一定接不住 真的不一定接不住 现在狼人在下路带线 狼人在下路带线 23的幻象是杀掉了对方的小鸡 23的TP幻象杀掉了对方的小鸡 然后狼人在下路带线牵制 这个最强势的一拨上高 被对手轻松化解 看看帕克过来 想留这个德拉乔吗 这个帕克留德拉乔 有点难留吧 还是 一个帕球直接跳走 这个掉血掉的有点快啊 帕克这里再一个推推 对着一个推推 推一手 上来以后 钢飞兽一个人顶在前面 队友离的不是太远 而且小精灵有大 可以往过船 当然了 沉默树有大 可以去断一下 但是这个破雾 直接过来找独狗 很聪明 那么这个输出不够啊 这里给上一个法球 直接飘走 沉默树是给大 然后拉比克接绝 但是德拉乔有BKB 德拉乔BKB开起来 帕克拿招给到独狗 狼人拿自己的招捲生物 再强行去杀 独狗被秒 独狗被秒以后 马克这里反球直接传走 nice 看看这里打掉了 对方的一个招捲生物 这个大支配召唤的 雷副兽被打掉了 狼人变身结束 帕克出来留人 TB身上现在是有冰眼 他已经有冰眼了 TS在开始自己的大招往前顶 这个时候还在拖 另外一侧 钢飞兽在追着狼人 终于把这个狼人打死了 TS的第一条命交掉 交完了以后 沉默树是奥数诅咒 给到再给上一个沉默 给到这个沉默以后 刚被受了点尴尬 放出来技能了 帕克在找对方的小精灵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 被打死的独狗已经复活 关一下自己的队友 帕克现在暂时没有技能 他看到了对方的本帖 这里给一个法球 然后有一个小松果在追 有一个小松果在追 这个地方帕克跟过来 一发沉默带走 对方的小精灵 然后拉比克举一尖 兽王TS的撕裂大帝 能不能跟得上 这里推推救一下 TP还在跑 这里再利用偷盗的撕裂大帝 断一下 然后一张TP亮起来 23的TP转头 知道跑不掉了 选择跟对方直接拼了 大Q拉比克也被电死 nice 最终这波团战 还是GD笑到了最后 米克朗的帕克 只剩他自己一个人 玩不成任何有效的击杀和威胁 狼人现在没有变狼 大招还有6秒钟的CD 他在这远古 想去招一个野怪 这一波团战 双方其实是打了一个3换3 整体来说 3换2 打了一个3换2 然后GD这边因为交了一个盾 是一个3换2 看看帕克 看看帕克过来 看到对方的小精灵 和TS 兜了一圈过来 团队的经济差 现在是4000块 维阴的TS 这个地方给个电 这个帕克还是飘过来 但是刚被兽和TS 最强势的两波 已经被 一波吧 这个一波被拖过去了 这个已经被拖过去了 如果再被拖一波的话 这场比赛就不好说了 独狗死了两次 哦对 独狗死了两次 对对对对 独狗死两次 刚才那等于 其实还是一个3换3 整体还是3换3 人斗数14比8 现在TILENT落后4000的一个警戒 但是团战 他们每次都没有吃太大的亏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 TILENT如果能够顶住 下一波刚被兽的进攻 下一波刚被兽 带BKB带A章的进攻的话 TILENT这样比赛距离翻盘 也不是太遥远 真的不是太遥远 因为刚被兽的强势期 其实已经快过去了 精灵TS的强势期 在面对对手 有了冰眼的TB的时候 其实也就快过去了 这会儿看一下帕克 F开起来 大招定住对手 直接漂泊 然后再跳刀开溜 钢被兽里边BKB 又被帕克一个人给打出来了 TB的大引刀快出了 TB的大引刀出来了以后 打钢被兽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歹 钢被兽里边有BKB 就是你需要去避开这个BKB 大引刀的生效才能快些 当然了 钢被兽的BKB 其实能够起到的效果 最主要的就是保命了 因为正面 你想吐到对方的脸上 对方各种推推烂七八糟的东西 还是蛮多的 而且他的BKB 应该已经至少开过两次了 至少开过两次了 问题是下一波很难顶 下一波确实是不太好顶 Talon的这个阵容 他的优点在于 就是他牵后排的能力很强 牵后排能力很强 击杀到对方的一些后排的 降游有升力量 这个提升还是很大的 Talon过来 这里四个人一起 集合打一下魔方 魔方是给到沉默 给到沉默的话 沉默的这个 沉默的魔晶现在 一般 就是对于降游沉默来说一般 在这个阶段是比较一般的 现在团队的经济 只有两千块 要知道 降游为拉比克非常有钱 这个非常有钱的拉比克 是个问题 帕克又是 把对方精灵TS带了一圈 带了一圈以后 下路狼人接着带线 这样比赛 Talon做的相当到位 可以说 刚背兽 现在很清楚 自己需要尽快的 去结束掉比赛 不能再继续拖了 再拖的话 自己的强势期 真的要过去了 你看这个钢飞兽 已经开始要做羊刀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的强袭 这个转位出来了以后 比赛仍然不能被结束 那只能就是通过 增加自己的控制能力 来去搞事情了 感谢SP老板的花式夸夸 疯狂点赞 谢谢老板 感谢我不是特务老板的 小夸夸 谢谢帕克 给上一个大招 定一下 顶住了这个钢飞兽 看看钢飞 看看这个钢飞 沉默术士 给大 这个大招给出来以后 大引刀已经有了 得TB过来 想要去搞一波事情 但是这里有针眼 没有抓到 没抓到 应该是看见 这个TB的大引刀了 看看TS 这个过来的位置 这个位置非常好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好 一个推推 就一手 看看沉默术士 被减力加速 帕克过来 给一个沉默 TB大引刀上去 打到T打到对方TS身上 没有找到 那个钢飞兽 钢飞兽 中了一个 这是刚才中了一个 什么 应该是魔精 应该是毒狗的魔精 给了他一个持续驱散 哈哥这里 给上一个技能 再继续消耗 TB拿自己的幻象 往前顶 本体被毒狗 关了一下 沉默术士 这里给上一个 奥数诅咒 再加上一个三技能 兽王 技能给不上 TB要被秒了 TB也漂亮 这波强行击杀的TB TB没有买活 沉默术士 又被打死 兵败如山倒 这波就是一个 兵败如山倒的一波 拉比克 自己取自己 直接扔到台下 那么TB有CD没有 这个时候看一下 TB亮起来 这里羊刀 差一秒 哎呦 羊刀差一秒的CD啊 真的是 这样的话 TB和沉默术士 两个人被带走 狼人又跑到了下路 继续来带线 中路的兵线 是被帕克给断了 没有兵线 那么上不了高地 上路的兵线 离得也很远 上路的兵线 在左上角的交会处 那肉山盾已经刷新了 现在人都是10比14 泰伦仍然落后4000经济 哦 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 去击杀掉这个兽王呢 伤害好像不太够吧 光靠这两个人 确实是不太够 小天鹅 带着TS 直接飞过来 支援一下 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去威胁他们 仍然是没有能够 威胁到对方的高地 帕克这里还在出来 继续打对方家的钱 然后不停的去找机会 骚扰对手 骗对方的BKB 吸引对方来追击自己 等等等等等等 GG要过来控二代盾 这个二代盾 控到手的话 是GG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刚被兽距离羊刀 差的还比较远啊 如果他们愿意 用这个二代盾 给刚被兽两分钟的时间 让他把这个羊刀刷出来 也是可以的 用两分钟的时间刷出来 刷完了以后呢 肉山盾大概 还能剩个两分半左右 逃去赶路的时间 还能剩个两分到两分半 拿这个时间去上高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羊刀打断对手的TP 那次狼人 这个位置能走掉吗 要走的话 可能需要开大 这里用拉比克举一下 魔精拉比克举完了以后 一个推推 有没有撕裂大地 没有 这边救下来了 狼人也救下来了 那下路这边 有没有人在带线 帕克在带线 左上角的兵线 我们看一下 左上角的兵线 现在离得非常的远 中路的兵线 被幻象给断了 下路的兵线在右下角 现在对手的帕克 又过去去清兵线了 中路 甚至对方的召唤生物过来 把中路的这个 二塔快强拆了 这个二塔是被强拆了 GG这边没办法 A4只能去反补一下 这个中路的二塔 上路的兵线 快要到对方的高地了 但是对方的人都火了 对方的人都火了 狼人的大招 CD并不是特别长 想利用狼人大招 去搞事情的这个难度 还是比较大的 GG这波要是上去了 就是平推 传说中的平推 TB跟对手的大哥 为经济现在差的是 3000左右的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不算小 讲道理的说 32分钟单人的大哥 经济差3000 这个差距不算小 你什么数字啊 给一个大招 给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给完了以后 狼人过来 否决给上 看看独狗 弯一下狼人 狼人这个时候 手里仍然没有大招 那感觉这波应该是抹得了 拿召唤生物 再追着对方的独狗 再杀这里 再给上一个倒影 还是杀不掉 所有的召唤生物 都被地身带走了 帕哥过来 一个大招 一个法球 但是对方这块 有一个笛子 这个笛子 把独狗给救下来了 狼人这波被击杀 有买活 而且他买活以后 是有大的 中路的兵线 这个时候 TB又拿一个幻象 过来去断 上路的兵线 已经是上到了高台上面 看一看 GD什么时候 能够组织起来去上高 团队的经济差 已经拉开到了9000加 现在 GD终于是把团队经济差 正式拉开了 大哥为了经济杀 保持在3000块 3000多 奔着4000去了 狼人这波被击杀 但是很快就复活 那TB身上的装备 已经是拥有了 大引刀加上冰眼 其实这个时候 TB的输出挺高的了 你如果不理他的话 他这个输出已经非常高了 哈克跑到中路 又断了一波兵线 下路 这波对方冲上来 带着兵线上 要上高了 这波是要准备上高了 要守 这个肯定呢 Tilen是要守的 他们运营了这么长时间 不可能白白的 去送你一路高地 而且因为肉山盾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你要等 就送这个高地的话 这个不现实 哈克在后面断线 自己的队友 应该也是想找机会 把这个兵线给他清了 TB里边变身开起来了 一套爆发 直接打残了对手的TS 哈克回到正面战场 这边给一个沉默 然后一个法球飘回来 这里破影机 打到钢背兽的身上 钢背兽里被打出破了以后 并不着急 还在前面去右骗对手 想要让对手过来 想要让对手过来 GG领先着9000加的一个团队警戒 11比14的人头数 这个上路的兵线 上路的兵线又是去拆打了 TB的变身用过了的话 GG应该是要上了 打一个TB的变身时间 打一个TB的变身CD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看看中路的兵线 中路的兵线马上到 下路的兵线已经到了 一直在护着下路的兵线 狼人在上路对拆 狼人知道这个时候正面打不过了 TB没有变身 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因为就这一个输出点 其他的人没有输出点了 狼人把自己的召喚称呼带上去 直接开塔防 拖时间 顺便保一下上路的兵线 塔防方面来看的话 目前GG也是没有塔防的 这边拉比克 举一下往回放 再给技能继续消耗对方的钢背兽 小精灵手里是带着奶酪 这个时候偷塔保护出现 那么上路的这个兵营 马上拆掉 上路的这个防御塔 马上拆掉拆了 拆完了以后 现在刷新出来了一个塔防 然后TP回去防守 这一波的对拆 对于GG来说呢 完胜 这个对拆是一个完胜 因为GG现在可以直接去上路推进 他们下路已经有大兵了 对方想要去把大兵推过来 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Alan这样比赛在烈士局整个的一个带线啊 就是利用兵线的一个运营 可以说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帕哥这边又绕过来了 又绕过来再找一下这个中路新刷出来的兵线 一个沉默 一个法球 一个平A直接清掉 清完了以后 狼人把下路的兵线带出来 那么钢背兽抓住了对手的一个拉比克 扬刀直接单杀 轻松血液的一个单杀 打完了以后 开始去拆对方中路的建筑 因为没有塔防 这块TP也抓住了一个小精灵 小精灵威光披风 自保一下 然后去找自己的队友 中路 钢背兽和TS两个人再拆 远程兵营已经拆掉了 然后开始拆近战兵营 完全没法守 现在正面团战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强度 拉比克也还没有复活 正面少人 TP在上路接着带线 现在已经两路高地高破了 下路这边又是一堆的召唤生物 在这里拆塔 兵线也上来了 然后TP拿欢向 再拆上路的远程兵营 如果真的让他把上路远程兵营给拔了 下一波GG还有点麻烦 其实 GG这半天虽然的团队经济差 在一直在拉开 一直在拉开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TP跟他的大哥位经济差 实际上一直就没有进一步的拉开 更大的差距 他跟这个钢杯兽还是一个3000多的差距 跟钢杯兽和TS 这时候看看有没有人能留住他 能没有人留住他 留住了 大引刀给上 这个时候钢杯兽 BKB开起来 那么这个兵线 这个兵线 TS落地 开雪晶 什么术士 给大TP 开BKB 强杀这个TS 小精灵在努力的奶 没奶住 小精灵也被秒了 帕克还要再继续往前 但是帕克没有其他的流人技能了 如果他有一个疯胀的话 这波钢杯兽也要死 那么下路的兵线带过来了吗 下路的兵线并没有带过来 不对 中路的兵线就在附近 没有拖打保护 这波没有拖打保护 TS和小精灵两个人是有买活的 看看TB 这波上来给输出 现在钢杯兽手里面是没有BKB的 如果再被对方的大引刀打到的话 有可能要被秒 但是好在精灵和TS两个人都有买 所以现在激励并不是很慌 这一波对手的TB输出 能看得出来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这波为什么要落地 为什么要落地 因为 你说那张飞鞋为什么要落地 飞鞋落地 可能是觉得 有机会能打吧 这波打完了以后 TB的经济和TS的经济差 从3000多拉近到了 只剩下1000多 不到2000的一个差距 毒狗的幻象真的猛 那个东西 洋刀 林肯 洋刀 打到林肯上了 毒狗 所以这场比赛 我在看这个BP的时候 我在想 他有没有拿一首LINE的可能性 LINE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针对毒狗的英雄 你关谁出来 我一个魔精西兰 直接把幻象就秒了 看个这波TS 往上追 追到拉比克 一个羊羊柱 虽然拉比克山上有林肯 但是还是被留住了 这边直接A死 漂亮 这个A死的同时 对方TB拿着幻象 已经是把中路的兵线 和上路的兵线 都带到比较远的位置 帕克又下来 断了一波兵线 这个兵线的运营 这个TALENT的兵线运营 真的有点东西啊 上路中路的兵线都很远 然后帕克在下路还在断 这个时候帕克还在断 帕克在等自己技能的CD 这个是大兵 因为是大兵 所以轻起来没有小的 那个兵线那么好轻 他需要夹杂比较多的平A 这里再去A一下投尸车 把这两个投尸车给A掉 肉杉还有20多秒复活 GG看看要等一个第三代的肉杉 三代肉杉TALENT 可能不会放给你了 三代肉杉TALENT 可能会跟你打 帕克这边再断一波兵线 然后上路那边也去人了 下路中路的兵线 则是一个幻象在带 看看这个帕克出来 一个沉默 哦被扬了 能飘走吗 好像能飘走 好像能飘走 毒狗过来去追 帕克直接给上一个大招 另外一侧 TB还有狼人 在上路遭遇到了一个钢尾兽 钢尾兽那边在被打 米扣道还在跑 下一个把球 CD已经赚好了 直接飘走 对方再继续追的话 已经追不上了 米扣道跑得太快了 不过上路一个TB 想去追对方的钢尾兽 也确实有点不太现实 肉杉选择了一张TB 哎 这个推推走一下 看看拉比克就推推再救 拉比克的举应该就用过了 沉默树是这块选择了一张TP 但是被TS以后 用大招直接在加一个电 完成了击杀 钢尾兽跑来就断你的兵线了 以擒尸之道还至擒尸之身 失忆长忌之一了 开始 你跟那断兵线 你以为就你会 我也会断 对吧 咱们对着断兵线嘛 无非就是 我把你的兵线断了 然后队友带一波兵线过来就行 钢尾兽直接冲上了 对方的上路高地啊 直接冲上了上路高地 看一下TP 这个位置要过来 哎 A不到人 A不到人 干招几 BKB开起来 开始疯狂输出 这个TS能救下来吗 这个位置 双的大招吼住了TP TP转身 开始去输出小精灵 没有成功 TP被打死了 TP这波被打死了 这波没了 钢尾兽在中路 被帕克这边定住 然后BKB开起来 两下秒掉了 拉比克 血量很低 狼人给上一个否决挂尸 但是钢尾兽跑的也非常的快 帕克过来 给人一个沉默 一个法丢 法丢并没有中 狼人还在继续追 吼一嗓子 但是他跑的跟对方 差不多一样快 这钢尾兽跑太快了 我的天 他也是满疑速 大家都是满疑速 小精灵也是满疑速 拉比克也是满疑速 钢尾也是满疑速 狼人也是满疑速 这满疑速这么不值钱 那么现在这个年代 十二层战 一家飞鞋 大家都是五百五 狼人很绝望 狼人什么时候打过这仗 这也太憋屈了 再次拿到了肉山盾 三代肉山 三代肉山拿到 打了四十二分钟 人都是 虽然只有十六比十六 但是两边的接触 是一点都不少 24K的经济领先优势 那么现在TP的钱全花光了 TP并没有选择六百 而是把所有的钱 全部都花了 这波GG也上去 下一场比赛 我估计太难要办小精灵了 太难要办小精灵了 看看这个罗帕克上来 接着消耗 狼人开大招 狼人开完大招以后呢 并没有找到第一时间攻击的对象 队友掏一个灵盘给TP TP现在不能轻易的去开变身 因为他的变身 如果不能够去完成 有效击杀的话 结果就是对方会 马上我会跑 把你的变身骗出来 对方就跑 跑完了以后 对方就等你这个变身 结束了以后再上 然后一个否则给到毒狗身上 想强杀这个毒狗 但是好像不行 这里一个扬住 拉比赛赶紧举 举一下TP就一手 然后刚必兽往前顶一顶 这个时候TP的变身已经开了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和激活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对方就等了 对方就等了 不着急了 把变身一旦骗出来了 对于GG来说就没压力了 就等一等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毒狗关一下 然后开始输出对方的TS 帕克进来给一手沉默 再进行一波消耗 冰眼黏住小精灵 连上钢杯兽 开始给钢杯兽回复 这里冰眼再打一波 看看23能追出去吗 好像有点追不出去 TS直接开着冰甲往上顶 把你给吓回去 泰伦直到七波再不追出去的话 自己变身结束了以后 就打不了了 所以他们还在往外顶 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扬刀 林肯没救下来 拉比克一个绝 救一下 但是变身结束了 沉默术这个大招 也并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 TB再给上一个倒影 还在拖时间 还在继续消耗 还在拖时间 努力 23的TB 23的TB 这个位置 山上套着林肯 开带引刀 准备给对方一刀 但是这个TB BKB开起来 看一下 偷到了 好像偷了一个兽王的大招 吼住了猪脸 这时候在努力的输出 对方的兽王 兽王这块小精灵 吃了一个奶酪 救了一下 还是被打死 TB这个位置 没有换血 没有换血 队友一个推 救他一下 TS再继续往前追 这时候刚被兽 往前扔自己的毛团 但是还是没有打到TB 米扣道开解F 跳刀的CD 已经转好 直接跳走 哎没跳走 没跳走 他这个地方 应该是跳刀的方向 点了一个需要转头的位置 点了一个需要转头的位置 没有跳走 买活出来 再给一个沉默 被对方直接打晕 然后林肯被破 23的TB 仍然没有死 泡了一波温泉 出来以后 守住了 你敢信 守住了 居然 还剩最后一个近战兵营 守住了 TB的变身 还有30多秒 对方现在奶酪 已经都吃光了 好像 两个奶酪都吃了 看看这里 拉比克给一个推推 救一下 又是一把杨刀 拉比克还有举吗 这里给一个威光披风 然后否决点到了TS 身上 这边直接转头换鞋 换到了 帕克进来 给上一发沉默 肉山盾还有一分钟 TB这个位置 不想打这个TS TS上有盾 刚被兽过来 找狼人 狼人开启了自己的 一个大招 开启了大招 开始跑 两边又是550 风光的跑 上路的近战兵营 终于是被对手抓住 结果给推了 已经三路超级兵 看一下 陈魔术士还剩一丝血 直接被打死 23的TB 被A死 没有买活 没有买活 那比赛结束了 这个是比赛 真的结束了 陈魔术士虽然买活 但是没有用 对方这个这种续航 太凶了 刚被兽在前面顶着 然后小精灵连着TS 这里再连一会儿 刚被兽 给刚被兽 哪一波 拉比克 举一下对方的TS 想去消耗一下 拉比克又偷到了 对方这个兽王的大招 吼一嗓子 刚被兽接着往前走 这里威光P方 加林肯套上去 刚被兽一巴掌 直接打掉对方的 狼人的这个小鸡 狼人被留了 陈魔术士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贾伯特扛不住 贾伯特想到买活 TB等到了自己 也凑够了钱买活 开变身 强杀对方的毒狗 毒狗被秒 毒狗被戒杀以后 帕克被留住了 帕克被对方连扩 没有买活 只剩着刚被 只剩着TP自己 一个人拉 换血对方的兽王 但是又被拉比克 这个位置 再加上刚被兽 贴身打于GG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我GG这边赢了以后 居然所有的人 都没有站起来庆祝 每一个人感觉 都如释中负的感觉 如释中负的感觉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 BO3的 第二场比赛结束 那么 GG战队 扳回一城 现在北京时间 已经是来到了 早上的五点多钟 五点多钟了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郎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第三场决胜局见